少女時代成員潤兒 1月13號為宣傳戲 去了K2快閃來台舉辦見面會 一出場就甜美 現唱簡單愛 讓粉絲直呼戀愛啦 漸漸的滿愛 不只中文歌唱的超標準 因為監言大陸戲劇的關係 若而中文進步神速 見面會幾乎只介於主持人對答 讓粉絲不得不敬佩 她的學習能力 大家好 我是Rynar 見到你們很開心 好久不見 你們覺得終結論唱好聽 還是瑞格唱好聽 是瑞格唱好聽 剛剛的主持人好聽啊 就是她的歌 最近任何在忙些什麼呢 我最近 我的 我拍的那個電影 電影的宣傳 還有現在拍電視劇 韓國的古裝劇 除了持續精進語言能力 任何演技集的街拍戲劇 演技實力的成長 更是大家有目共睹 這次來到台灣 只有短暫停留 粉絲們一定還看不夠 那千萬不要錯過 《完全娛樂》的獨家專訪喔 《完全娛樂》總和爸爸喔